人出去或沒有進來 香港看起來是慘兮兮 全球或者亞太的金融中心 現在已經變成了 亞太金融中心的遺址了 它變龐背了 香港辦公室的空置率 現在有多達250個足球場的 這樣辦公大樓 全部都閒置擠沒了 英國人花了100年 打造的一個 國際金融中心的根基 習近平三年就把他全部毆扭去了 我們講雷蒙多 你看他那個表情多凶狠 直接講說 你現在業者就算想要去設計 一套新的規範 要規避美國的政策 你如果這些東西 能夠幫中國發展AI的話 我第二天馬上會有新的管制出來 我覺得已經夠狠對不對 你卻才發現 這種管制 這種對抗 這種壓力 不是只有在科技 不是只有在軍制 在金融上面 江振長 他現在連香港的地位 都要把你給取消掉 所以現在有人戲稱說 過去香港不是講說 他是全球或者亞太的金融中心嗎 現在已經變成了 亞太金融中心的遺址了 是 現在保鞋哥 我跟你講 現在已經從科技戰 慢慢慢慢即將登場的是金融戰 不是這麼嚴重嗎 這再下去真的是非常恐怖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都知道在上個禮拜 最大的新聞 就是港股竟然被台股給超越了 所以港股呈現個死亡交叉 這是從在1993年以來的首次 大概發生這樣的狀況 是讓人覺得非常吃驚的 第二件事情 你知道更可怕的一件事是什麼嗎 現在竟然連美國都已經宣布 而且是他們綜藝院的喔 說他們在11月28號的時候 以39票比0通過 要檢討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的 一個認證地位 綜藝院的外交委員會39比0 就代表民主共和兩黨是全數通過的 而且我跟你講這件事情大條 我們都知道香港之所以現在跟美元 這樣匯率是有個聯繫匯率 聯繫匯率的一個根基點 就是在於香港的獨特的一個地位在 他們認為這個香港經濟是全世界的 一個經濟的重心 所以非常獨特 給他一個這樣的保證 如果現在他把香港的特殊地位拿掉的話 國會如果通過這法案 包括香港在華盛頓 在紐約 在金山的經濟辦事處全部都要關閉 而且更可怕的是失去獨立關稅的地位 換句話說 世界的香港已經要變成中國的香港了 所以本來香港之間它現在變成 它只是中國的一個省市 中國的一個地方單位了 有人講它是南深圳 也有人講它是西台灣 西台北現在可能要這樣稱 所以你就知道 而且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現在我們都知道 香港之所以有這樣子的一個 全世界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地位 是因為過去英國殖民時代 他們在把很多的一些建立跟制度 全部都建立在那邊 所以它是獲得全世界的一個外資 還有官方單位都認可 資金在這裡自由金融無問題 那這樣子香港等於是說英國人花了100年 所打造的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根基 習近平三年就把他全部黑漏掉了 化為烏有了 完全化為烏有 寶傑哥我們說化為烏有這不是我們隨便講講的 現在數字會說話什麼樣的數字會說話 你看外資機構對港股的參與率 從2016年的39.5%降至2023年24.6%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著外資機構不想投資香港股市了 而且更可怕的是港股的IPO的數字 竟然籌資進了創20年新低 20年新低 我跟你講以前有一個講法叫紐倫港 什麼意思呢 紐約 倫敦 香港 這是全世界IPO金融中心最重要的前三個 結果在過去的三年時間 在習近平的一個助攻之下 竟然變成紐倫坡 紐約 然後倫敦 新加坡 然後呢這個數字今年更可怕 因為在今年前九月 你知道嗎 港股從頭到尾前九月 竟然只有IPO的數字是 募資只有四十四億美元 然後他已經從原本去年第四名 今年前九個月已經掉到IPO第八名 所以這個IPO 他以前穩住前三名 最爛也不會超過第五名 現在跑到第八名去了 跑到第八名 然後這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IPO的數字 那你也知道 IPO代表其實很多資金會過去 很多資金就有很多華爾街的資產會過去 很多外資機構會過去 然後很多工廠會過去 結果你現在看左邊那個圖 外資大特退 所以包括美國企業在香港設立的 總部金數字創新低 而且喔很有趣喔 你有沒有發現跟一個交叉 這個也叫做什麼叫死亡交叉 就是中國公司前往香港市場 總部的竟然是超越了美金 所以現在這個你就可以看出來 這個世界的香港已經變成中國的香港 所以我們可以講吧 像花旗銀行像貝萊德 我們剛剛講的很多的美國的重大的 金融機構全部都跑了 全部都跑了 而且有一個高盛 高盛大家應該都聽過吧 結果你知道嗎 高盛連他的香港上環辦公大樓 竟然也要處分掉 而且處分金額從13.5億元 沒有人承接 因為外資大家都跟著跑 賣不掉 賣不掉 你知道他竟然打到七成 最後到了9億美元來承接 然後後來接手的也不是外國人 因為剛提到的中國公司 都變成是中國公司 等於是他們關起門來 自己玩自己的鳥 你就知道整件事情有多嚴重 第二個 包括香港的一個辦公室的空置率 現在竟然有多達250個足球場的 這樣辦公大樓 全部都閒自找不到 以前辦公大樓在香港寸土寸金 然後尤其是華爾街很多金融人 走在那邊 我在那邊 我在99年的時候在那邊 你都會覺得自己好像高尚了起來 現在完全都已經門口羅雀 所以你就知道 當你的這個世界的中心 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變成是國際金融中心的遺址 那就代表一切人去樓空 他已經過去了 有人講是要變旁貝了 已經變旁貝古城了 可能在十年之後香港已經根本 不會有人 所以導播我們看到 剛剛講不是 你現在有200多個足球場 這些的樓底板面積是空置的 那只有這樣嗎 你現在看到 現在已經不是金融中心 而是金融中心的遺址 不但是金融中心的遺址 過去香港也是非常重要的轉運站 而你現在看到香港 現在的碼頭也是空空如夜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你知道它有大概80公頃的一個面積 他們說完全沒有貨物 蹲在那邊 那代表沒有人買 也沒有人賣 所以沒有貨物要出櫃的一個 要出港的一個狀況 以前那個香港的這個港口 很多三角貿易 包括我們台灣 包括中國 包括要去哪裡 都是透過這邊轉來轉去 那曾幾何時 這樣轉運港的地位 已經完全不復存在了 所以這也代表著 香港的經濟出現大問題 不只是金融中心 已經變成了一個 旁背古城的一個遺址 另外的角度來講 包括連他的一個 或轉運港 現在也都是一片空蕩蕩 所以換句話說 人出去或沒有進來 所以香港看起來是慘兮兮 所以我看到習近平 上禮拜 到了上海待了三天 對 待了三天 像中國股市應該很給面子 是 就跟他講 上海這個旗鎮應該往上衝 沒錯 不但沒有往上衝 還無量下跌 不但無量下跌 跌破了三千點 跌破三千點 現在香港股市 跟台北股市已經相差一千點了 而且我覺得現在習近平 躲著摸著燙 為什麼躲著摸著燙 他上個禮拜的時候 特別跑到上海去 為什麼跑到上海 因為上海是整個 中國經濟的指標 結果他想說 我去那邊拉抬 中國的這個經濟 結果三天之後 他走了 這不來還好 他一來 香港 這個所謂上增指數 跌給你看 連續往下跌 而且這幾天就在今天 還跌破了三千點的大跌 跌破三千了 三千點是一個 他們中國股市 上升一個非常重要的關卡 那不是只有上陣跌 連香港股市 都出現一個重挫的局面 那你想說 為什麼會這樣 他為什麼會救經濟 因為現在華爾街日報 講得非常清楚 中國經濟已經陷入個惡性循環 現在的所有指標 房價 然後什麼消費者信息 全部都很慘 那不只全部都很慘 因為現在大家認為說 你可能還會更慘 為什麼還會更慘 為什麼會更慘 因為現在中國 七種病毒 在中國大陸境內全部爆發 所以你講的七毒齊發 對 那哪七種 流感 新冠肺炎 梅漿菌的這個病毒 還有這個呼吸道融合病毒 腺病毒 鼻病毒 還有人類兼職肺炎病毒 等等七大病毒七八 你知道現在為止來說 多慘 保健師知道嗎 多慘 在整個北京 很多小學裡面 譬如有二十三 一間 一個這個課級 一個班級 有二十三個學生 只來兩個人 只來三個人 比比皆是 大家都是這樣 而且 其他都生病了 其他都生病 而且現在很多人都說 白肺炎問題很嚴重啊 問題是 這種 又不是新冠 這是他的那個 X光片 又不是新冠 但是也不知道是什麼病毒 現在出現很多疑似 大家可能也找不到是什麼病毒 那這種 而且你知道 現在目前為止 北京啦 還有上海啦 還有遼寧 很多地方 都是 你去醫院裡面 都是人滿為話 很多人帶著小孩 甚至前一天都要去排隊 那非常嚴重的一個狀況 那嚴重到什麼程度 保健 那他們現在懷疑什麼呢 他們現在懷疑說呢 打過疫苗的反而更慘 現在中國大陸 你說打過中國科興疫苗的 直接更慘 對 就是說沒 沒 就本來都沒事 然後打過 好像最嚴重的都是那些 打過科興疫苗 所以現在整個中國肌內來說的話 其實大家非常緊張 也就是說新一波的病毒 搞不好又起來 現在中國不是不斷的救經濟嗎 如果你又爆發了這個病毒之後 那不是完全就完蛋嗎 所以才說習近平去了 他真的打過默奈修的一個狀況 好 上個禮拜之前你就談到 現在在比較兩岸之間 就是台灣跟香港之間有個重要的指標 台灣的股市跟香港的股市 上個禮拜就講的有一天進入到黃金交叉 可是那天又拉開了 對 可能沒有想到香港股市一樣一泄千里 一泄千里 現在香港股市已經到了一萬六千三百二十七點 而台灣還是維持在一萬七千點 兩邊已經差了一千點了 沒錯我們就講嘛 香港股市跟台灣股市出現一個黃金交叉 就是中國台灣股市贏過香港股市之後 開始兩個喇叭口在拉大 而且寶傑今天剛好非常有意思 剛好兩個就差剛好一千點 剛好差一千點 對 台灣是一千七百三十 一萬七千三百二十八 它是一萬六千三百二十七 剛好就是差一千點 也就是說這五個交易日裡面來說的話 台灣已經領先了這個香港股市 一千點的數字 那告訴你什麼 中國經濟真的非常糟糕 你看 因為為什麼外資拚命跑 外資為什麼要拚命跑 那這幾天說外資 為什麼拚命跑 因為他們聽到了 中國又爆發七種病毒之後 外資嚇都嚇死了 我就講嘛 七種病毒這個奇葩之後 你知道為什麼大陸 中國大陸民眾又很緊張嗎 他們這裡在刷網路的時候 刷刷刷 居然又出現了健康碼 它又刷到這個 為什麼又出現了這個健康碼 它以前沒有了嗎 已經下掉健康碼 因為人家就說不需要再控管了嘛 所以就下掉健康碼 現在很多健康碼 重新就他們又download的到 這裡面包括說像廣東的這個月康碼 還有把四川的這個天府健康碼 很多都出來 雖然說現在還是綠碼 但是人家大家嚇都嚇死了 因為這上限的時間就在今年12月 重新又來了 健康碼回來了 難道你是要幹什麼 難道你又要開始要弄這個健康碼嗎 大家嚇都嚇瘋了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就講醫院仍滿為患之外 你看很多人現在原本的這個保全 醫院有很多保全在那個地方 結果保全那個地方現在變成什麼 我們現在要排隊 你們跟著我來啊 我們現在要往哪裡去 你看這個保全在帶著大家 為什麼因為人太多了 他們現在都可能要先把這些人排隊 有些人排隊排了一兩天啊 排了一兩天 現在把他引導到別的地方去 甚至還說哪裡可以看 你趕快去別的地方看 不要去這個地方看 現在中國大陸醫院裡面 等了七小時 隨便都是這樣 隨便一個人等 都是等很久 而且小孩子可能在那個地方 發燒四十度了一大堆 那所以就是說 現在中國大陸民眾是很緊張 很緊張的局面 你把他們嚇死了 我覺得這個最可怕 健康碼突然跑回來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看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地方 這地方原本是這個食堂啊 是食堂 食堂現在變成什麼 小孩子在那邊打輸醫 他們叫打輸醫 就是打點滴 全部都在那邊打 你看這麼多你放眼去 全部都在打點滴 所以這不是醫院的診間 這不是醫院的所謂的急診室 食堂變成打點滴的地方 你知道他們跑到這個地方 醫院病房都已經爆滿了 他們還跑到外面去打輸醫 你知道說食堂現在 而且你看看啊 幾乎每個人都在打輸醫 對 每個人在打 你就知道多嚴重 那甚至嚴重到什麼程度呢 嚴重到說義烏啦 義烏因為我們知道 義烏就說什麼 他說欸 我們請所有住在義烏的民眾 現在你提高警覺 現在你要準備十天以上的存糧 他想說十天以上存糧 那你要幹什麼 你要封城包 對 所以現在他還開始擔心 所以我就講 上海這個習近平去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上海疫情糟糕 可能外資又要跑 上海經濟又很糟糕 你看啊 以目前為止 上海的這個狀況你看 這個有一個文章 你看上海搞成這樣 我們都很難過 金融已死有事燒死 你看這個他們自己 這是中國內部的一些文章 你看他們這個目前為止 這個金融業的這個存款 你看過去一段時間都是成長非常多 今年是只有成長0.79 也就是金融業在上海了 已經開始出現一個停滯的這個狀況 對 這年稅收了 稅收目前為止來說 增加只有2% 就是說過去上海的這個稅收 都增加10% 20%以上 現在成長非常動力非常緩 甚至現在中國在上海地方了 所以說上海的繳稅變減少了 對 而且你知道這是荷蘭銀行 包括說像這個Motris的這個銀行 甚至是這個所謂貝萊德 全部都跑光光 所以現在目前為止 我們就講嘛 這幾天不是有講嗎 所以你說荷蘭銀行 花旗銀行 挪威主存基金 摩根史丹利加拿大的 這個所謂的基金 貝萊德 對 全跑了 先鋒領行他們說要退出中國嗎 都跑光光 所以我就在講嘛 中國目前為止的經濟 絕對還沒有最差的一個時間點 因為大家都看到說 非常不利的訊息出現了 我們知道以前港股 它的指數是遙遙領先我們的台北股市 可是今天 有一段出現了黃金交叉 所以說今年我們 非常有可能非常短的時間裡面 台北股市會超越香港的股市 對 幾個禮拜前我就說 我們可以看到說過幾天的話 這個香港的股市會掉到 比台灣股市更加更低 那今天因為台灣股市已經先收盤了 今天台灣股市是先收到 17341點 早盤的時候 其實香港股市還在台灣指數之上 但是到下午有一段時間 它跌到17306點 正是台灣指數贏過香港指數 成為是黃金交叉的一個局面 雖然它最後還是往上拉 最後收到17344 比台灣指數大概高了3點多點 4點左右 不過我覺得明天開始之後 我們大概就可以 有很長一段時間 可以繼續領先香港股市了 它只是領先我們3點5點 對 我覺得明天開始應該會開始 有開始拉開了一個狀況 為什麼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中國可以說是內外交迫 內外交迫是什麼 港股這一波跌了很重的原因 有兩個東西 一個原因是 因為目前為止他們的房地產股 持續在暴跌之中 另外第二個是 因為他們的新科技股起不來 為什麼新科技股起不來 美國對你打壓 譬如說今天呢 今天在整個中國股市裡面 有一檔公司叫做商湯科技 商湯科技來說它是什麼 它是中國AI的第一股 就AI第一股在今天盤中暴跌了10% 幾乎是跌停板的一個局面 為什麼還要跌停板呢 因為目前為止美國就說 美國的這個做空機構就說 你沒有美國的晶片 你絕對玩不下去 所以它股價就出現一個暴跌的狀況 還不只這樣 寶傑你知道嗎 為什麼今天會大跌 還有一個原因是 因為中國的網路 真的出了很大的問題 我們就講 前幾天我們不是說 阿里雲出了問題嗎 就到今天早上的時候 中國很多民眾在那邊哭啊 為什麼 因為滴滴出行 在全國大當機 它是有騰訊的雲伺 雲的伺服器 所以就告訴你什麼 阿里巴巴的伺服器出問題了 然後呢 騰訊的出問題 中國前兩大的資訊服務公司 都出問題 那告訴你什麼 因為美國對中國的晶片 美國對中國的晶片效應 已經對他們造成的 失職的影響了 所以他們的大數據造成影響 對 中國接下來的伺服器 搞不好都常常出現 當機的這個狀況 所以當然會造成 這個滴滴塔出行會出問題 阿里巴巴搞不好會出問題 然後連騰訊也會出問題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香港股市怎麼有可能會好得起來呢 剛剛講的是 這個中美大對抗的時候 沒有想到出現一個非常恐怖的結果 現在中國 美國不是全面包圍嗎 包圍以後 我不給你市場 你的東西銷售不出來 你不能銷售到了美國 你現在到歐盟 你都受到了打擊 結果中國就出現一個什麼 過量的產能 產能過剩之後 中國幹嘛 我就拼命 這個跳樓大拍賣 對 沒錯 跳樓大拍賣 已經衝擊到這個世界了嗎 對 沒錯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中國可以說是用 傾銷的這個產能出來 讓全世界的這個經濟 受到非常大的這個影響 所以在這一次的 拜習會裡面來說的話 他們兩個應該會談到 部分經濟的議題 特別是你中國傾銷得太嚴重 那很嚴重嗎 而且這樣 事實上這連華爾街日報都說 中國想要借低價出口 消化過剩的產能 然後引發他國的擔憂 也是目前為止來說 因為中國 他自己本身經濟不好 國內沒有人買東西 譬如說車子 車子纏出來沒有人買 那怎麼辦呢 我知道把它賣出去 那賣出去的時候 我可以用非常低的價格 把它賣出去 所以你看 這個在港口上面的車 寶貝這個車全部都要賣出去 今年的這個中國車子 賣得相當相當多 而且現在很多車機 原本他們沒有這種滾裝輪 他們現在都要去買滾裝輪 我們現在就是 以出口為主的一個狀況 好 那為什麼會 所以中國的汽車現在跳樓大拍賣 對 那因為為什麼 因為今年中國還有遇到一個問題 人民幣貶值 人民幣貶值會導致什麼 中國賣出去的東西變得便宜 所以中國出口商價格的話 比這個今年大概下降了20% 所以全世界目前為止 電動汽車 太陽能電擺 全部都受到它非常大的壓力的情形 你說別都不講 我直接光匯率就漲了20% 對 所以最近一段時間 我們好像都沒有注意到 其實歐盟一樣 歐盟就說你電動車請翻補貼 我們要調查 然後美國就說 你來自中國的渡息金融 我要給你瞌睡 然後引渡來說話 你的商品是不是有請銷化學用品 然後越南開始請銷說 你是不是有風電塔 所以現在全世界 連越南都受不了 對 全世界每個國家都在調查說 你中國是不是用太便宜的價格 往外輸出啊 這會讓全世界的經濟 完全出現一個大亂的局面 好 朋友告訴我 不但是華爾街日報非常的關係 連紐約時報都特別做了一個專題說 他們現在在中國大量的去製造 所謂的超級艦隊 為什麼製造超級艦隊 我東西不是賣不出去嗎 賣不出去 我就想辦法賣出去 想辦法幹嘛 我就賣這種大輪船 大輪船是 汽車一輛一輛的出去 一輛一輛的出去 那個便宜到 我無法想像 對 沒錯 你知道這種船 類似這個車 昌太宏的這種滾裝輪 在過去一段時間 中國還沒有往外出口的時候 全世界只有四輛這種船 這種船的訂單 結果現在2022年的時候 全世界的訂單 來到了74輛 幾乎全部都是中國的 從四招對74招 目前為止來說 全世界代造的這種滾裝輪 有170招左右 170招來自什麼 來自中國的比亞迪 齊瑞等等的中國製造商 為什麼 因為他們準備要把他們的這個 他們的車 透過滾裝船 把他送到全世界去 賣到全世界 對 那事實上 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因為他們在做 在做目前為止 全世界最大的滾裝船的 這個組裝廠 也就在中國 所以中國的電灘工就說 我每天工作12個小時 然後中午也兩個小時 回家休息之後 然後就騎回來吃午飯 然後馬上 這個船艙裡面來說的話 夜裡面燈火通明 然後上夜班 一直不斷的在加班 所以事實上 中國目前為止 也是不斷的在做這種滾裝船 然後想辦法把他們的車 往外傾銷的一個狀況 所以中國現在賣一台車 我們講以前 我們台灣的喜美Civic 對 它居然是賣到39萬 對 你知道中國的車 對全世界破壞力多大 你看 我們現在講一下 這很多台灣人都很熟悉的 這個喜美這個車款對不對 因為中國有自己做了 這個喜美車款 所以中國的喜美車款 大概原本賣8.9萬 這個新台幣是39萬 可是如果要賣到台灣來說 至少是139.9萬 也就是說多了100萬左右 當然這有稅的問題 但是因為還要運輸費 但是未免賣得太貴 中國為什麼會賣得這麼便宜 因為很簡單 原本中國也沒有那麼便宜的 但是因為今年 中國景氣很差 所以我原本的價格 我又往下降 所以等於是說 現在它的價格 因為產能過剩太嚴重 我只要降價求售 你說Civic 只要39萬 對 同樣你在台灣要139萬 好 那你就知道 台灣都這麼大的壓力 那你更不用講歐洲也是一樣 你看 目前為止 你只要在中國車市 你看 湖北省的補貼等等的專享車 然後有那麼多車款 然後最多可以想到 6萬塊人民幣 補貼6萬塊人民幣左右 那就快30萬了 對 好 那另外一個 這台車也是一樣 這台車來說的話 就玉龍日產的一台車 叫Aria的這台車 這台車來說的話 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以中國大陸本身來說的話 約莫是61萬台幣左右 因為它還有折價 折價給你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這台車 價格可能會175萬 這也差太多了吧 對 差了100多萬 另外還有另外一台車也是一樣 雪鐵龍的車 C6 今後來說 原本是21萬人民幣 結果沒想到它現在把它降成12萬 因為中國車真的賣得太糟 中國經濟真的太糟糕 你看所有車都是一樣 都馬上就下調 沒有沒有 中國現在有一個是電動車 有一個是燃油車 電動車我給你殺價 那燃油車沒人買 所以燃油車殺得更兇 對 那所謂的這些燃油車 賣到全世界的時候 你就知道它用多低的價格 會賣出去 反正這些廠商 我只要登現金就好 反正我就無所不用其極的賣出去 所以他們為什麼 該那麼做滾輪船 都要把這些車子往外賣 所以事實上全世界 為什麼會很擔心 中國的這種所謂殺價 也難怪福特汽車首席財務官 他會講說 現在價格下降的速度 比我們想像的更快 對 你就知道說事實上 如果你用這個所謂 他們的這個統計數字 電動車的平均售價 是五萬多美金 低於上年同一 去年還有六萬五 你看一年之間 從六萬五變五萬 一年之間就跌了一萬五 到底是什麼回事 所以你就知道說 中國的低價傾銷 都會全世界造成多大的衝擊 所以從一百八十萬 一百九十萬 變成一百五十萬 好 那除了這個車子 非常嚴重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他們往外賣出去的時候 但是你知道 因為他們的價格 他們大部分的往外賣的話 大概要兩倍的這個價格 譬如說你就知道 以這個全新的 EVOL的這個價格來說 在中國大概是 約莫是十八萬到二十六萬 但是他賣到海外去的時候 約莫是兩倍的價格 兩倍的價格他還有賺 所以為什麼他們要往外賣 往外賣就是 因為我賣出去 我還有賺啊 即使是兩倍價格 問題是 我們就給大家講 你即使是賣兩倍價格 三十九萬變成是八十萬好了 還是比他們便宜很多啊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他們要往海外賣 因為往海外賣 不但價格可以比較高 我還可以出村民把這個 這個傾銷出去 所以那中國目前在做一個 一減二狗的這個情形 難怪說 現在全世界財新媒體都擔心 中國要用低價出口消化過剩產能 現在其他國家都嚇死了 對 沒錯 那你知道這個 這個裡面報導就說 中國 因為我們中國 剛才寶傑講有兩種嘛 一種是電動車產 一個燃油車 電動車產另一個是燃油車 他說燃油車目前有1500萬輛的燃油車 才能處於閒置狀態 是沒有任何工 等於說1500萬賣不掉 對 所以我閒著也是閒著 我就把你低價拍賣 對 反正我這個工廠 我工廠來說都要運作 我只要能賣出去來說都是賺 所以事實上目前為止 他說今年已經出口了400多萬輛 所以就是說 他這些車出來之後 讓大家的這個價格 完全都受到一個 雪崩式的這個影響 難怪現在講 歐盟現在被中國汽車打趴了 對 那昨天晚上美國公佈了這個 十月份的CPI 是零啊 為什麼 因為這裡面來說 應該中國的低價傾銷 應該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等於是他把他自己的通縮 往全世界送出去了 全世界現在都面臨到 中國的價格在崩跌的一個狀況 而且你還擋不了 對 大家就講 那以前2008年 太陽能板的惡夢又來了 對 沒錯 你會把全世界產業打趴了 對 沒錯 目前為止來說 太陽能已經被中國打趴了 但是你知道 目前為止來說 中國還是繼續要打趴 為什麼 他們有一個公司叫 龍基綠能的這個總裁 他就說了 目前為止來說 我們準備要在 因為目前為止 中國的產能 也是嚴重過剩的一個狀況 他就說 我把價格往下調了 百分之五十 那五十之後 他下一步就是準備要往外傾銷 往外傾銷之後 所以現在大家完全 歐盟的這個 這個所謂太陽能板廠商 完全揣在蛋 好 除了這個太陽能板廠商之外 還有另外是鋼鐵 鋼鐵來說 因為中國十月份出口的這個價格 同比也就要去年比 大概下滑了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六十之後 結果沒啥 鋼鐵的出口 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三 難怪我們現在中鋼這麼辛苦 中鋼還要買褲藏庫 崩潮洞 為什麼他寫那個信 就是說這個建廠以來 最堅困的一段時間 因為你這怎麼拼你也拼不過中國 中國他自己本身過去經濟好的時候 他的鋼啦 他的太陽能啦 車啦 在國內賣都賣不夠了 不過你他現在經濟很差的時候 賣不掉 他現在就要往外賣 往外賣的時候搭配今年的中國人民幣 又往下降價 他便宜的東西往外全部輸出來的時候 我就講 接下來全球搞不好 會面臨到一股全球通貨 因為我們過去很擔心通貨膨脹對不對 接下來搞不好會賣入通貨緊縮 因為中國不斷地把這些東西 往外賣的同時 會讓全球經濟感受到 一股股的低價風潮 因為現在在中美大對抗的這個 鑽垢之下真的出現一個後遺症 因為美國對你全面封鎖 我讓你的東西進不去 我也讓你東西出不來 出不來了以後 中國還是有這麼大的產能啊 這麼產能我就做了很多東西 鋼鐵啦 水泥啦 包括這些汽車啦 包括太陽能板啦 這些綠能 國內銷不掉 我就到處銷 剛剛講 在國外賣了一百多萬的車子 在台灣一百多萬的車子 在這邊只是零頭 因為他內部的這個需求 也就是說內循環了 一直拉不上來 所以他一定要把東西出口到外面去嘛 但是也會造成大家的一個困擾嘛 但問題是說 現在中國來講 他內部的這個經濟一直拉不上來 都跟外國投資撤走是有關係的 而現在來講的話 之前我們提到說 包含中國最後一個稻草 就是房地產業不是嗎 現在連香港 因為彭博社也開始報導 連高盛集團都要開始賣 在香港的這個房地產了 你知道這個在上完 高盛集團 香港是一個金融之都 高盛居然要在金融之都 把他的產業給賣掉 對 而且是賣的是商辦 商辦大樓 那這個大樓是在上還這個地方呢 原本來講的話 今年年初是開價是3億港幣 結果現在又求售是9億港幣 也就是說沒有人要買 所以他不斷地一直在降價 所以就是我現在看到這棟大樓 一開始我要賣台幣54億 賣不掉 我現在降價到37億 也還賣不掉 是 也就是說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香港的房地產也是非常低迷 那這也會影響到在香港的 相關的銀行業的一些金融體系 因為對你看這種這麼這麼高的 這麼高盛這樣一個全球的一個公司 在裡頭有點像身處不下去 趕快要趕快變現求賣 那你就想說其他的這個集團怎麼辦呢 那同時間來講的話 對習近平來講的話 在現在跟拜登見面 有點感受是什麼東西 就求勞的概念 為什麼叫求勞概念 因為這幾年下來從川普一直打到拜登 的確中國已經受到非常嚴重的傷害 剛剛提到了 傷心動股了 對 傷心動股了 他產能出不去 然後基本上來講的話 他的工廠投資也減少了情況之下 他的失業率非常非常高 再加上現在他的這個人民幣的一個貶值 不管是這個產業的經貿戰 還有貨幣戰等等之類的 基本上他已經傷心動股了 所以你說現在中國的經濟有一種非常恐怖的狀況是 他的內部完全失控了 他的產銷完全失衡了 產銷完全失衡 你想想看喔 我內部控制不住 我要外溢到全世界 那有多可怕 所以今天剛剛講到的 金融時報就特別提到了 2024年是怎麼樣 是風高浪急 全世界是緩步增長 但進入一個高度敏感 深層轉變 對 因為你知道 東西往外賣之後 就造成剛剛提到的 市長講的 通貨緊縮的一個問題 但是美國現在就變成通貨膨脹 再加上通貨緊縮 你現在中國來講 我們本來講說 中國跌倒大家吃飽 但是現在中國把自己的過盛產能 一直往外輸出的情況之下 也會讓其他國家的倍感壓力 因為對其他國家來講的話 當然你各國可以用 關稅的方式來用 但是如果量大來講 他又獨佔這個市場 那以後來講的話 你怎麼去區隔他的市場呢 所以對現在 對中美之間的一個關係 現在在APEC的會談 大家看到拜登 跟習近平的見面 不單單只是談什麼台海問題 或什麼南海問題 其實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兩國之間的經濟結構 要怎麼來處理這個問題 那如果中國 他現在已經開始 對美國囚擾的話 美國能夠鬆手嗎 我認為美國 要把他打到趴 打到死 所以現在中國的經濟狀況 可能會更加嚴重